我們可以看到歷年的切召者線圖就畫出來 那你會發現那個結果其實 讓人家覺得眼睛蠻一亮的 為什麼 因為從104年 總共大概接近700 一年大概700件 如果以這樣看起來平均一天兩件 一直到去年 大概不到200件 不到200件的話 平均下來一天不到一件 一天就是大概零點幾 大概一大半 所以其實大概減少了 大概等於3.5倍 所以其實這個治安得應該算不錯 但是蠻好奇的就是 大家其他的像汽車、機車 或者是說其他的自行車 或者甚至是還有什麼 搶奪吧 我看你們其實如果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看一下其他的這些 像汽車、機車、自行車、還有詐欺等等 我發現我記得好像還有別的 好像還有那個什麼 搶奪的 比如說他路上被搶包包之類的 這上面他好像也有類似的 然後可以再延伸去了解一下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你想說 那台北市是這樣子 那其他縣市是不是也是一樣 全國是不是也都一樣 六都是不是切到案件也在減少當中 如果是的話那應該是全國性一致的 可是如果其他縣市不是這樣的話 那應該是個別 OK就是說這個縣市首長他比較努力 所以治安相對的也會相對比較亮眼 不過這個我是覺得還是要 還是要做一點事情 不然的話治安怎麼會變更好 OK 所以這個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再延伸去了解一下 第一個 那第二個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做出第二個圖 叫各區比例圖好了 那我希望得到的結果 大概就長這樣 就是第一個大概需要各區嘛 所以你要先知道 到底這個資料裡面有沒有區這個欄位 那如果沒有怎麼辦呢 把它變出來比較好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那一樣 我們就是把它做拖拉 拖拉到列嘛 然後讓它去算一下區的數量 那這個地方我又把它做成百分比 那將來你也可以把它改成百分比的狀態 如果我不要顯示 因為剛剛我們是顯示的是數量 可是我希望 因為我這一個需求是想要強調是 各區的比例的話 那我這邊怎麼樣可以把它變成百分比 另外的話畫個圖呢 畫哪一種圖會比較適合呢 看起來好像 如果你畫折線圖 好像不如畫一個圓形圖 那圓形圖的話呢 我希望畫完之後 還需要讓我知道一下 各區的這個上面有個標籤吧 因為預設的好像沒有標籤 那我要把標籤加上去 另外我想要凸顯說 這個區塊哪一區的那個治安最差 那請你把那個治安最差的那個區塊幫我凸顯出來 那這個凸顯的這個動作 有個術語叫炸開 把它炸開 它英文的意思就是exploration 就是把它炸開的意思 那要該怎麼做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各區的比例圖怎麼繪製 其實到底一樣 所以以後如果你使用樞紐分析表的話 那第一步先確認一下 你有沒有區這個欄位 區有沒有 沒有耶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我把這個欄寬拉寬 選它點兩下 點這個右邊這條線兩下 讓它自動調整一下 OK 那如果沒有的話呢 很簡單 變出來 那怎麼變出來 你的區有沒有 看起來好像在地址裡面 好像剛好耶 它有個固定規則還好 如果沒有固定規則那真的麻煩 你把它變出來真的要花力氣 剛好在第四個字一定是三個字 還好那個台北市的行政區都三個字 它沒有四個字也沒有五個字的 如果沒有 如果假設有這種 你就要想辦法把這個資料給取出來 所以請你在區欄的地方 一樣 再插入一個 不用插入欄位 直接就在它右邊增加一個叫區好了 好 那我又多增加一個欄 叫做區 那區怎麼取出來呢 一樣嘛 應該可以想得出來吧 那剛好是在哪裡 剛好在中間 然後呢 剛好三個字 所以你想到 剛好前面有用過 我一直強調這個函數 比那個lab也比right好像常用 在文字類裡面 有一個叫middle函數 mid Mid OK 那middle函數的話呢 跟它講說 我要切割的去在這邊 然後呢 我要從第三個字 所以第三個字 要取幾個字 不是 應該是第四個字 這邊是第四個字 我要取三個字 那得到的是中正區 應該沒錯 沒錯按確定就可以了 然後向下點兩下 這樣子區就有了 你再檢查一下 理論上應該沒什麼問題了 那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接下來呢 我們就把滑鼠移動到這個區域裡面 任何一個儲存格 再插入樞紐分析表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一樣會選到G欄 那如果沒有選到G欄的話 那你可能要稍微選一下 另外還有一點 記得中間不要 沒事多控一個 控一個什麼 控一個欄 像之前好像同學 中間這邊有控一個欄 那如果分開 你在插入樞紐分析 他會以為是兩邊沒有關係的 所以這一點可能要注意一下 中間不要空白欄 如果有把它刪掉 好像之前是有同學 是因為這邊線看不出來 所以中間好像多了空白欄 他沒看到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就是把它變這麼寬 讓它自動調整 然後再來儲標放這個範圍之內 插入樞紐分析表 那一樣呢 他會問你說 你這個範圍是不是 這個工作表 看一下 A1到G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時候多一個G 它有偵測到 G欄有包含 然後G欄的3526例 應該沒錯 OK按確定 那它會在哪裡呢 它會在這個資料的左邊 增加一個新的工作表 那這個工作表的話呢 我們希望的統計就是哪個區 所以把區拖拉到列 再把區拖拉到尺 OK 那接下來的話呢 最後我希望按照什麼排序呢 最後我希望按照那個數量多的在上面 數量少的在下面 所以最後記得我需要做排序的動作 那怎麼樣做排序 你可以看到 那游標先放在B4 記得放這個B4 然後資料裡面有個Z到A 把它點一下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呢 它就會按照大的排到小的 這樣子Z到A就OK了 記得喔 我可能要注意一下 游標記得請放在B4 你不要放在B4以外的其他地方 如果你放別的地方 好像排序會出錯 那你說老師我可以放A4 如果你放A4 它會按照那個區的比畫排序 如果是這個中文的話要按比畫 OK 那如果數量的話呢 當然就是按照數量 當然你Z到A的話是由大到小 那如果A到Z當然顛倒 OK 好做完之後的話呢 那我們接下來 理論上可以知道說 哪個數量最多啦 中山區好像最多 不過你可能想說 老師那如果我還想要再知道說 中山區 它裡面的資料 我想要再做一個進階分析的話 怎麼分析喔 其實我跟各位講一個簡單的方法 我記得好像你可以直接在這個 數量上快點兩下 它就會自動幫你把中山區的所有資料 另外獨立出一個工作表 你就可以再去做進一步的分析喔 我印象中我快點兩下看看 這邊要點兩下 有沒有發現 有沒有發現 它就會把有沒有 原來的工作表2有沒有 然後呢 它點兩下就直接把中山區有沒有 直接獨立出一個新的工作表 這個是中山區的 所以你說老師那我們各區的歷年統計 可不可以 可以啦 我再做一次喔 這個把它刪掉一下 這招還滿好用的 因為你如果要統計喔 像什麼點兩下 中山區 中山區就出來 那這邊可以把它改中山區 那你說老師那如果我要別的區呢 我要大同區 你大同區這邊數字快點兩下 大同區就出來了有沒有 區就只會留下大同區的 所以這個分析還滿容易的 點兩下馬上可以 而且這邊可以再畫圖啦 所以各區你要畫各式的圖 馬上畫出來 所以以後呢 你要做簡報的時候 那其實相當精彩 很困難嗎 我覺得不會很困難 兩下就出來了 只是說你會不會用樞紐分析表 OK 所以這個順便提一下啦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自己再延伸去了解 另外的話你說老師那可是我 希望呈現的是比例問題 所以請你給我的是 佔比多少的話 比例喔 OK 不是數量喔 那怎麼去改 你總不可能說你把這個 複製到另外一個 然後再自己去算嗎 不用啦 其實有個簡單的方法 這個可能還要再學一下 在那個 如果你今天喔 希望把這個數量有沒有 改成比例的話 那你可以機關藏在這裡 這邊有個叫值的欄位設定 這個設定的話呢 可以讓你去修改說你要的是數量 還是要比例 那怎麼改喔 這個其實藏在這裡啦 機關藏在這裡 值的欄位設定 值的欄位設定裡面的話呢 請你把原來的那個什麼呢 你知道什麼 摘要方式改成這個 值的顯示方式 值是指這個喔 有沒有 顯示的方式現在無嘛 沒有計算對不對 那你把它改成什麼 總計百分比 這個總計百分比就是你顯示的結果 就不會是只是單單數字喔 而會是它最後的一個百分比的狀態 也就是說呢 中山區佔全部的百分是多少 它會顯示出來 OK 按確定 有沒有出來了 百分之12.77 那你可能想說 老師那我如果想要讓它 取到整數的話怎麼做 取到整數的話 應該比較簡單 是把它選起來嘛 然後把小數點拿掉比較好 減少小數 我看從這邊OK 從這邊也OK啦 那如果你不從這邊的話 另外一個方式 從那個值的欄位設定 裡面這邊也有 總計百 這邊也有 數值格式 也就是說呢 如果你要調整 除了從這邊去改之外 其實從這邊也可以改 這邊我記得好像點進去 好像也可以把小數點拿掉吧 數值有沒有 然後把它改成小數點 有沒有沒有位數 從這邊改也可以啦 然後按確定也OK 怎麼沒有 看一下 應該是這邊 數值欄位 小數點位數 數值 不是 它這個應該是百分比 OK 應該改這邊啦 應該從數值把它改成百分比 因為它裡面是放百分比 百分比位數的話 把它改成0 有沒有 這邊的話按確定 這樣出現的話呢 那就會是百分比沒有小 不是數值 裡面因為我已經把它改成百分比了 所以你用數值那就歸零了 就完全沒有資料了 OK 但是它實際上並不影響 並不影響它裡面 它裡面還有很多小數點 不過跟各位講 如果剛剛有兩個方法 比較直覺還是從這邊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記不起來 你記得起來就好了 太複雜了先不要管它 OK 因為它其實有很多的窗口 那很多種方式 哪一個比較簡單 你就記哪一個 所以你剛剛第二種方式 你記不起來 你就不要記了 你就記上面這邊 這個是在常用裡面 這邊有個增加小數點 有沒有 減少小數點 這樣就OK了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做完之後 再把圖畫出來 那畫圖怎麼畫 一樣嘛 樞紐分析表 樞紐跟它一樣 所以我就直接這個圖 然後我們用比較簡單的 我們不要太花俏 你說老師我要立體的可不可以 可以啦 可是我們先用簡單的 好不好 如果你想要複雜 以後你做報告的時候 你自己去try 那盡量你try的合理一點 你不要try一個很美觀 但是做出來一點都沒有實質的效益 反而讓那個資料更難理解的話 那你看完這個圖 OK 所以你不要用錯圖 圖應該是幫助理解數字 而不是說你顛倒過來 反而我看了之後 反而我不了解到你這個數字背後什麼意思 OK 所以比例部分的話 我們用簡單的圓形圖按確定 然後一樣把它拉大到D2好了 D2這個儲存格 然後拉寬到M這裡好了 然後M這裡 然後大概15列吧 OK 所以這個欄大概10欄 列大概15列 為什麼要特別算 因為將來我們可以寫VBA 一鍵按下去全部OK了 所以後面其實延伸這些東西 其實上面這邊有五個按鈕 其實就是做我們現在做的 但是我們現在是一個step一個 但是以後如果你每天都要做 你可以變按鈕按下去全部OK了 都可以做一個個圖 但是背後是要寫VBA 只是說要怎麼把VBA寫出來 那個就有點難度 但是我覺得至少有點專業吧 OK 如果你有點專業的話 相對你的Label就不同了 OK好 做完之後 可是問題要差什麼 這個標題 叫做個區比例圖 我大概簡單打個個區比例圖 所以上面的話把合計點一下 然後選取它裡面的字 輸入個區比例圖 那一樣把它的字放大到20好了 然後顏色變紅色 加粗體好了 然後圖力 圖力如果你不要的話 不過你會發現圖力這樣看其實也OK 可是實際上很麻煩耶 這個顏色什麼 這顏色到底是這個還是這個 應該是這個 可是問題你還要再花一點時間去思考 到底哪一個 最好你乾脆把中山區佔比多少 直接幫我放在這邊有個標籤不就OK了嗎 所以最後呢 如果你希望在這個圖上面 增加所謂的圖縮的標籤的話 很簡單 直接在圖圓圈上點一下 先點左鍵 或者直接按右鍵也可以 我習慣是先點左鍵 然後再按右鍵 它裡面的話會多一個選項 它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新增資料標籤 那個就是資料標籤 所以選這個 那裡面的話有兩個 到底哪一個比較OK 跟各位講請你選下面這個 因為選上面那個很麻煩 點完之後呢 你還要做好多好多動作 才能夠有標籤 但是下面這個做一個動作就OK了 所以我是推薦用下面這個 但是下面這個的話 如果你版本太舊也沒有 我記得好像是2013以後的版本才 如果你是2013以前的版本 就沒有這個功能 好 圖書文字 馬上就有 中山區13% 士林區11% OK 那這個圖例就不要了 圖例點它一下 點一下按deleteer就可以了 跟剛剛一樣這個不需要了 有沒有有標籤這個都多餘了 OK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有一個這樣的圖出來了 最後還做 最後炸開 炸開的話呢 請你把比例最大的那個 幫我把它炸開 炸開跟各位講也滿簡單的 但是有個tempo 一 先選整個 二 選你要拖拉出來那一個 中山區 三 請你往外推 按住不要放 往外推 它就出來了 OK 你問老師那我要收容呢 很簡單 一 選全部 二 再選個別 三 再往內推 比較好 所以有一 二 三 就OK了 應該可以知道這個tempo吧 如果你這個tempo抓到的話 其實用它還滿容易的 一 選全部 二 選個別 三 往外推 你這樣有了 OK 所以其實它還滿聽話的 不過前提是 你要知道有這個tempo OK OK 這來的話 最後我跟各位講 剛剛不是有一個什麼 資料標籤有沒有 你說老師 可是你剛剛不是有講到 就是說這個資料標籤 假設說我不用剛剛這個圖書文字的話 如果我用另外一個 因為之前有同學問到 而且你的版本是太舊 比如2013以前的版本的話 那你沒有圖書文字 如果你用哪一個 用這個的話 你會發現有什麼悲劇 因為第一個 它只會顯示它的那個什麼 數量 它的百分比 那如果說你要把它改成別的話 你必須先點這個標籤 然後再按右鍵 再選擇資料標籤格式 就是再去改成 改成什麼 改的地方的話 你變成你還要再去改 改的地方很麻煩 等一下 這個格式 然後你還要再去找到 你要改的那個東西 而且它 相對比較麻煩 它有時候會跑掉 它會是在那個 等於是說你要把這個 新增資料標籤 點它之後有沒有 按右鍵 出來了 OK 它會出現這個 然後把類別部分 值的部分改 那順序又不能顛倒 所以很麻煩 這個很容易做錯 一做錯的話 你變成你要先打勾百分比 然後類別名稱打勾 然後把值打勾取消 值引線拿掉 然後最後讓它往外 對不對 還要改成標籤位置 終點外側 這樣OK 光這個 很多人應該就算了 如果你假設忘記不起來的話 那你就用圖說文字就好 如果你做得出來 那表示你厲害 OK 所以你們可以練習看看 我再把這個 如果你要把它刪掉很簡單 Delete掉就OK了 按右鍵 新增有沒有 這個資料標籤 先點它一下按右鍵 然後打勾這個 類別名稱百分 把這兩個打勾取消掉 然後把它改成終點外側 OK 好了 試一下 那最後把這個名稱改成各區比例圖 就完成這個了 OK 試試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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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